Hello大家好,我是Dj8,我是DjDesigner的Jason 今天来个简单点的 三四个惊喜评价补充包 前几天用了新阶段六种主流队伍 去打山塔山头鸟 稍微针对每一队的手法 配置上做一些讲解 如果各位有针对哪一队想了解的 我会放时间戳记 可以自行去,这是选择跳去哪 补充一句下面提及到的资料 不完全代表这些情况 只是给过一个参考看看 另外我本身是不会用合轴的 所以只会有123顺序的换人 相对的充能更共鸣调叠层,速度会比较慢 角色配置的部分 金西引领冤武,威廷是不变的 另外两位因为要对比 我就在介绍到的时候讲 现在介绍到造价相对比较高的 金西引领为0了 时间1分47秒 手刀如果好一点应该可以再压个10-15秒 正式回转3次,平均回转时间23秒82 回转时间是我用金西下场开始到喷完再下场的时间 开炮4次,平均韶光乘数50 英零由于支撑斜攻击的前置条件比较麻烦 导致整体的时间拉得比较长 相对的,消光的成数是很稳定的满城 另外这边提一嘴 我的英零因为这些想补秋水所以一脸了 那70%的伤害提升对于轴的影响不大 第二队,金西引领淘奇 先是2分22秒 正式回转4次,平均回转时间30秒93 开炮4次,平均韶光乘数50 正式6种队伍里我为2,无法弄上三星的 除了刚刚讲到引领本身的前置条件外 淘奇的血奏也是隔拖时间的因素 除开合作的可能性 如果要加快淘奇的血奏有两个主要条件 一是实行长刃,异想空灵 对中提供额外的血奏能量维护 二是确保触发进场记 拿到这个10点血奏也是能够省下2次普攻的 这边补充一个数字 淘奇的普攻为4段 眉下能够提供的血奏能量为3.5 3.9 6.5x2 8.1 共28.5 小招给15 大招给20 入场给10 我本身在用它打的时候经常只会用普攻2段 然后用技能想必重置普攻 只是我不确定这个动作能不能对轴带来更好的效益 还有另外一个优化方法是装充能套 要给金西提供额外的25.5%的攻击加成 伤害上限会有所提高 因此我也准备了一个装了充能套的版本给各位 金西引领充能淘奇 时间为1分59秒 这次回展时间3次 平均回展时间28秒70 开炮4次 平均響光层数50 充能套的22.5%攻击力 能够给金西那一炮提高约10%的伤害 平均回展时间减少的2秒 我觉得只是操作跟RNG的问题 能够把队伍压线拉到三星 以现在的状况来看 陶西主要就只有真爱西和金西辅助两个职业 如果各位平常就是用金西配陶西 我是蛮建议上个充能套的 吃条什么的无所谓 只要是给个套装buff 武器还是照样用异想空灵 E sling E sling 第三队 金西渊武 维里奈 時間是1分49秒,這次回斬六次,平均回斬時間15秒32,開砲六次,平均小光成熟43.6 這次循環最快,噴得最多的一隊 現在再播的手法是冤母插完裝直接下場,然後維里奈千人圈滿了之後再換 但可以看到有個規律就是滿層砲是隔開一次的 原因是我這個手法會卡維里奈的大招CD 另外還有BOSS不再使用範圍內的情況 那同一種的隊伍有沒有辦法做到回斬又快,層數就能保證韶光在50層呢? 在我認識裡...不可能 韶光的最快CD為1秒1次 如果是冤武裝加維里奈大招,層數是每秒1加2加2,最快10秒滿層 如果只剩下冤武裝,無論誰戰場,層數是每秒1加2,最快17秒滿層 這是在不計算敵人耗動程度卡手卡動作的情況下的理論上限 這個數字應該是怎麼樣都不可能突破的,畢竟限制就放在那裡 ¡LIX對金西湞鴨桃琦 indicate 時間1分56秒,正式輩展 這隊完全是壓線通關的,噴五次全爆擊 同時也稍微掩飾了如果只用冤武裝50層的情況 紀錄裡最快是19秒69 這邊的潮騎是沒有裝上充能套的,所以高傷害只到17萬左右 這隊的手法就沒有像金銀桃一樣了 那一隊又沒有兩隻戰場時間長的角色 所以淘妻要利用入場技去獲得額外的10點協助能量去加快換人時間 但這邊我們配的是淵母,就用回插裝換人的手法 所以你能看見平均回轉時間少很多 配裝的部分是六隊裡面最平民的了,完全靠金銀桃輸出 剩下兩位等級武器技能1,共鳴臉魔會提供隊伍增傷或是影響回轉的 第五隊,金銀莫特斐為利奈 時間為1分54秒 這次回轉4次,平均回轉時間22秒1 開砲5次,平均燒關層數是16.4 這邊要先提一下莫特斐的配置 我這邊做的配置有兩種,分別在第五跟第六隊 而現在這一隻是零充能的配置 這個配置有一個跟第三隊類似的問題 只不過這次不是轉太快,維里奈CD還沒好 而是莫特斐大招充能來不及 基本上我每次都會Q兩次才退場 只要是大招充到75%左右的時候就能夠退場 然後我特別去把充能拉到150%再嘗試 可以確保每一次都能開到大招 但並不是一進場就開 層數的方面是100%到50層 我怕影片太長這邊就沒有去特別算平均回轉時間 但是也壓線三星,1分50多秒 以我個人的感覺來說 莫特斐在這隊就有兩種配裝 第一種是全五星武器停住之煙 身還帶火套但要帶一個充能3COS 第二種是用四星滑彩月段 真還正常輸出火套 這樣就能兼具回轉和輸出 第六隊 七七,莫特斐淘旗 時間為1分47秒 這次回轉3次 平均回轉時間26秒32 開砲4次 平均響光層數48.5 而這一邊就比較特別一點了 這隊的Concept跟驚淵桃一樣 但是因為莫特斐是大招啟動協同 你就要確保他每一次一進場就能開大 而且因為要在疊加響光的同時幫自己回能 所以是不能開完就走 觸發下響技是剛剛好的時機 層數的部分其實也能算個50層 少穿下兩個普攻 這些是可以通過手法彌補的 如果你選擇這三位配在一起 我建議你的莫特斐充能要拉到200 如果看到留言分享 合軸能夠通過手法把充能需求下降是150、160 不過還是那句 我不是專家我也不用合軸 點多用個換人取消後揚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原因的 只能夠用金莫桃才去研究一下吧 啊對了這一隊我也是先試了淘旗裸骸去打 發現不能近兩分鐘 所以這個紀錄也是隨便裝個充能套的 就稍微總結一下六種隊伍跟角色 金希、銀鈴、威靈奶 回轉普通、燒光穩定 金希、銀鈴、陶琪、回轉慢、燒光穩定 金希、冤武、威靈奶、高速回轉、燒光不穩定 依賴威靈奶的大招 金希、冤武、陶琪、回轉很慢、燒光穩定 金希、莫特斐、威靈奶、回轉普通、燒光穩定 金希、莫特斐、陶琪、回轉慢、燒光穩定 輸出全告金希也沒有問題啦 但暴力記得拉高點 一直看到五位數會很不爽 威靈奶充能記得200 陶琪要用的話建議裝輕人出月 莫特斐、威靈奶充能150 莫特斐、陶琪充能200 任何走的話150到160 大概現在常見的六種隊伍就這些 如果各位有其他東西想分享也歡迎留言 測試數據只能做參考有個概念就行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以收到遊戲相關的最新資訊 支持安有DC邀請連結可以進來聊天 也可以記得按下頻道會員在中央吃飯 然後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Osman bas bruise 小鈴鐺